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医疗器材及个性化高科技商品 像这款因应现代人智慧生活的宝宝监视器 有它就能轻易掌握家中孩子状况 在英国上市后消费者热烈回响 伦敦台湾贸易中心主任表示 去年出口至英国的商品总额 高达54亿美元 仅次于中国大陆和日本 更希望藉由展览将卖领台湾的产品 推广到英国市场甚至全欧洲 台湾的产品我们都知道 它已经经过20年来 不断的一个精进 非常人性化 多功能的一个发展 那这些产品很多英国人他不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它进来再把它延伸到欧洲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台湾业者也预估 今年在英国有30%的业绩成长空间 且在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 都有强劲的复苏迹象 对于台湾产品 在欧洲市场的发展也相当看好 但是在台湾中的中心 在美国至岁上 从华旅行看到 很多人都ن iz了 removed 我们跟你讲 我们 LOGO